字幕组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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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学,大家好 这个单元,我们介绍一下Z转换的翻转性质 那在这部分我们会根据Z转换的关系式介绍几组性质 这个单元中,我们介绍在时间轴的一个翻转性质 我们先看一下在时间轴上有几个翻转平移跟扩张这几个性质 那也是说,第一个原来没有做任何动作的一个复列转换配对 那第一项呢,是做平移 第二项呢,是做翻转,它对应的关系式 那第三项呢,是做扩张,它对应的Z转换的关系式 是这样子 那在这单元中,我们介绍的是中间这一项 好,那我们看一下在时间轴上的翻转 那意思就是说,比如说-2地方变成是正2 那3的地方变成是-3 这种正质交换的 就是所谓的翻转 那我们会写成-的时间 好,那离善的也是一样 -2变成正2 正3变成-3 好,那写出来是-的时间 那这是在时间轴翻转的一个操作 好,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候 如果我把它做时间翻转 那对应一样乘上Z的-N次方 然后再做加乘总和 就是带进去这个Z转换的公式 那为了操作起限,我让-N等于M 这个新的时间变数 所以这两项就变成是M 那我的加乘总和区间 就变成是正无限大到负无限大 好,那这一项我可以把它改变一下 变成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所以我变成是Z的导数的-M次方 那其实这个都没有改变 好,那对这一项来说 如果去比一下这个Z转换的公式 这边的Z分析跟这边的Z 它们除了这一项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个等于是前面这个大X的函数 Z要变成Z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这整个来讲 这一项的加乘总和就是大X 然后Z要变成Z分之一 所以根据这个Z转换的配对 这一项跟这一项呢 就互为Z转换的配对 所以小X 然后如果是时间翻转变成-N的话 它对应的Z转换就是大X 然后Z的地方是变成Z分之一 那这个Z分之一 那这个Z分之一 会造成原来是这个负数平面 它的收链区间呢 会变成是导数的关系 所以在时间头上做翻转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一个讯号X 然后它的Z转换是大X 收链区间是RX 那如果你把它做时间翻转 也就是正的时间变负的时间 负的时间变正的时间 那它对应的Z转换 会是原来这个大X这个函数 但是Z的地方都变成Z分之一 那收链区间呢 就变成这个原来收链区间的导数 这让你关系式 以上我们就是针对在时间轴做翻转之后 它Z转换所获得的结果跟各位说明 谢谢各位的收看